齐晨 我问你一个相对尊锐的问题 就你来参加节目之前 你现在有固定来源吗 经济上 有的 但固定 能养活自己吗 能的 你家里现在对你找工作这件事 是什么态度 我其实对家里面 还是属于一个 有点报喜不报忧的状态 你来找工作 是想继续做你想干的事 还是你真的觉得 我得养活自己了 其实还是想干自己想做的事情 因为热爱 你既然想继续坚持做你想做的事 我支持你 但是我支持你的同时 我也得提醒你 听听刘群刚才的建议 也仔细考虑一下 马瑞咨询你的那个岗位 好吧 我觉得你们都说得太客气了 我建议你现在就下台好吧 咱们不面世了 不要走一人这条路 然后安安心心地回去 学一门幕后的技术 再到这个舞台上 可以吗 可是他二十七了 他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荡了 我跟你这样说 你的父母说的都是对的 你身边朋友说的都是对的 而在舞台上很多人对你说 你很棒 你坚持你的梦想 那些都是错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现实的世界 我们要生存 你还要结婚 你还要生孩子 你得有一份糊口的职业 不能再拿自己的兴趣 当作某种的手段了 不对 我觉得不对 我觉得就是别的不说 起码让他做电商运营主播 这种岗位是适合他的 他想做吗 他到这个台上就想做艺人 他习惯台前的那种聚光灯下的生活 他根本没有准备做好什么客服 什么这些 他根本没有准备好 他做直播电商也可以在荧幕上 也可以利用到他的优点 所以你理解不了长得好看的人 然后怎么就不能给年轻人鼓励了 我是挺惊慌的 我们还蛮怕那种场面的 大家会有那个激烈的矛盾碰撞那种 但我很开心的一个就是 大家是在很看重我身上的这些问题 我觉得是有一些思辨在里面的 我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的事情 先谢谢 谢谢长老板 是这样的 因为我自己也深深地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我知道我现在有很大的危机感 包括就算我歇一个小时 都会觉得非常地急 但是我说实话 我现在我问过自己 我还是会很努力很努力地去 拼到我不能做为止 但是长老板刚才我们说的这番话 我会一直放在心里面 我会把它作为我现在 更加努力的一个动力 我觉得 你记住了 有的话可以听 有的话可以不值得听 对于刚才我给你讲的一个 非常现实的部分 如果现在一些电商直播 你喜欢cosplay二次元 我为什么不能打扮成二次元来带货呢 带零食呢 对啊 对不对 我照样活在荧光下 活在一个主播的领域当中 我通过我的方式 我喜欢的方式 把它几句一个变现的一个表现方式 也是OK的 对吗 舞台不仅限于台上 你在任何只要能展现你的地方 都是舞台 明白吗 实现梦想没错 只是老师们给你的建议 是告诉你 你已经27了 马上28岁了 只让你面对现实 在现实技术上 怎么还用自己的爱好去 能够产生价值 我倒是觉得 马瑞刚才说的有一点 启发了我 就是如果你真的还想 做你喜欢的事 你先在舞台上找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既能养活你 又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让你的梦想延续 我觉得是今天你来到非你莫属 一个相对折衷 且适合你的方案 好吧